不要让它显示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从这个A2加1开始 就是把它做一个做逻辑判断 正常状况是A2加1 所以这边插入环数的话 我可以用逻辑一幅 如果什么呢 特别是要 如果曼时 所以我要主要是跟上面这个比 所以上面这个是曼时 打错了曼时 OK 判断月份跟哪个判断呢 跟A2这个储存格 A2的话它现在是1月嘛 那如果它不等于 不等于是这样 小于大于 当然你也可以用等于 只是那个处跟forge颠倒而已 跟什么呢 跟这个A2加1 A2这个储存格怎么样呢 我把它加一天试试看 如果我把它加了一天之后 假如说加了一天之后 它的月份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 不一样的话我就输出没有东西 反之的话呢 我再输出刚刚我原来的A2加1就可以了 OK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上面是如果月份不一样 那我主要关键的地方在这边 把A2那个加了一天之后试试看 这有点像测试看看 试试看加了一天之后 它的月份是不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话就空的 反之就A2加1 好那这个逻辑OK的话向下 跟向右看看 就2月看到不OK 诶2月OK了 不过你会发现 其实4月应该 这个4月应该OK 只要一个储存格都OK 但是比较麻烦的 其实你会发现到12月份这些 因为刚好都是30天的 只有一个地方不OK 就是那个什么呢 这个2月份的 为什么 因为2月份29 30会多这个Value错误 那怎么办呢 必须把这个Value错误拿掉 不过当然如果只有这个 有时候是Delete掉就好了 不过其实我们假设 我就是不要用这个 涂法链钢的方法 那怎么办 很简单 看到这个把它去掉的话 其实我前面还有讲过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这好像前面有讲过 if error 切上公式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那边过滤的话 就是贴上个公式 如果发现错误呢 那帮我把它变成没有东西 一样清空 所以特别说 这个主要是针对 那个储存格有出现 紧字号开头的 紧Value 紧NA 紧REA 一堆的 它都会帮你过滤掉 好 那我们试试看 再向下 向右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看一下OK 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基本上主要就是这个公式OK 那就大功告成 不过下一个礼拜还会讲什么呢 如果我礼拜六礼拜天要不一样颜色的话 怎么做 那你总不可能一个个慢慢自己去填颜色吧 另外还有什么 如果 所以你现在发现了100 这个2005 如果把2006的话 底下全部跟着动 为什么 因为它每个都环环相扣的OK 那最后的话 当然我们会再做一个VBA VBA其实这边是 给Demo给大家清楚啊 如果你要一键完成 来 2020好了 帮我做2020的年历 有没有 输出 有没有 这个就是VBA的效果了 它等于是完全自动化 有没有 先加入那个所有的月 那个日期 然后再把颜色上上去 最后甚至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底下增加一个空白的儲存歌 可以做一些schedule 那怎么办 其实这边还有什么 插入空白列 自动加上去 还可以什么 去掉的话 删除空白列 如果你schedule要更换的话 然后再可以再插入空白列 OK 大概是这样 VBA的效果 只是说这个因为今天要讲 可能时间来不及 下一次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另外的VBA 主要就是把这个A2加1改成第一个if加曼时的判断 二的话用ifL过滤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就会再加上那个礼拜 如果我今天礼拜五礼拜六 我要做不同格式设定的方法 OK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要能够再自动化 全部都配合那个VBA来完成 那该怎么做